叶雪听着江燕离心里的小九九,有些好笑,却也没有打断他们。 她问魏无羡,这回想通了吗? 魏无羡顿了顿,讨好般拉着叶雪的手,我心里只有阿姐,没有别人,阿姐别生气了。 叶雪谈了谈她的额头,就你会岔开话题。 魏无羡痛呼了一声,又找蓝望鸡撒娇去了。 蓝望鸡十分享受。 剩下的人,叶雪觉得他们不配让她亲口责罚,便交给了续音。 她带着魏无羡和蓝望鸡,回了天庭。 为了避免蓝家人担心,她给了蓝西沉一块镜子,可以看到蓝望鸡和蓝望鸡通信。 等续音一一罚过后,将封眠和于子渊受命已尽,交给了清城。 时间将要回到写喜不业天一年后,江艳离和金子轩自然也是受命已尽。 不过叶雪交代过,江艳离不乏不赏,由阎望决定。 江艳离有些愤恨,他们江家对魏无羡那么好,她的母亲却要被罚。 续音告诉她,于子渊善度扭曲,无辱已故之人,毁人清白,下跋舌地狱。 江艳离依旧说,我阿娘只是刀子嘴豆腐心,她对阿线也很好的。 续音冷笑,所有人犯错,只罚她一个,动不动就灵气鞭打,贵不属于自己父母长辈的祠堂, 天天被人指着鼻子骂是私生子,骂自己父亲家仆,骂自己母亲不检点,勾搭男人,这叫好。 江艳离道,阿娘她没有恶意,她是谁嘴上说得不好听而已。 续音道,你阿娘下见做做。 江艳离气道,你怎么能污蔑我阿娘。 续音道,看见了吗? 我才骂了一句,你就受不了了。 你阿娘天天骂,天天打。 骂得难听,下手也重,这叫没恶意。 那这种没恶意的,侮辱你怎么听不下去? 江艳离语塞,我,续音冷笑,我们家殿下有句话说得很对, 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,殿下说了。 你没有做错,人本身就是偏心的,你偏向你家里人这很对。 可你们偏心的对岸是我家殿下,我家殿下和你们一样,也偏心。 护短这件事是雪玉和昭华宫的传统。 所以,你可以不乏,江丰年可以不乏,但于子渊还有将来的江婉淫,你们慢慢给自己赎罪吧。 江艳离喊道,你们算什么天神,公平都没有。 续音笑道,我们天神可从来不是为服侍凡人而存在的。 你们难不成没点数? 你们为什么会信奉天神? 若无要求,天神对你们来说算什么呢? 还有啊,天神和仙是不一样的,先靠凡人供奉,天神是靠自己的血脉能力存在的。 人类很搞笑,平时不信神明,不拜神明,有求的时候才假意白白,点香祈祷,若是无求,或者是神仙没有满足他们的愿望,他们就会拆了神庙,诋毁神仙。 那时的他们哪里还有尊敬神灵的心呢? 还要求神明对他们公平,可笑至极。 一座座飘在空中的宫殿,满是七彩祥云。 到处可见的神仙飞来飞去,见到他们时还远远停下行礼。 从百丈高南天门进去后,又是另一番景象,完完全全是一个让人向往的世界。 满地都是云雾,走路都看不见脚踝。 每一步都走得格外的舒服,还有些软,像是踏在棉花上一样。 蓝忘机从未讲过如此景色,但他还是压抑着心中的震惊,保持着哑正。 叶无限在他身边叽叽喳喳地给他介绍每一座殿宇,随手一指都是某位老神,某位上神的宫殿。 蓝忘机感觉到他们明明走的是平坦的路,发现不知为何视线却在上升。 叶雪回头看见自家弟弟忙着介绍,没有顾及到蓝忘机的心理想法,便道,天界不只是天宫,而天宫也不只是天庭。 叶雪一开口,叶无限就停下,认真的听着自家阿姐给蓝忘机解释。 蓝忘机行了一礼。 叶雪继续走着,悠悠说道,所谓天界,九重三十六天。 这其中包揽了花界,山灵界,还有诸多神灵种族。 而天宫,是在天界的最中央,住着四海六界的王。 就像凡间的皇城一般。 天庭的话,就是皇宫。 蓝忘机认真听着,叶无限长秀下的手指紧紧地牵着的他。 在天宫,天地陛下的灵霄殿和玉天宫,还有天武帝君的昭华宫,雪玉神皇宫。 叶雪道,这三处,是最尊贵的存在。 不只是身份,还有责任。 他们走着走着,后面的宫殿越来越矮,就像是高空俯瞰山河一般。 没一会,就到了一座珠红色宫殿前,大门上的牌匾写着昭华宫。 蓝忘机一下就明白了,刚刚叶雪说的,是天界三个最尊贵的存在。 叶雪领头走近,那大门后又是一方美丽的世界。 进门后就有一个超大的莲池,在莲花深处,依稀才是宫殿的样子。 绕过莲池进入,蓝忘机小心翼翼地观察四周,觉得不愧是最厉害的所在。 连门里和门外差别都很大。 从外面看起来只是个庄园的模样,可踏入宫里,就觉得这里是一个世外桃园。 叶雪听着蓝忘机心里的感叹,又开始解释道, 每一座宫殿,根据主人的修为,想扩多大扩多大。 从外看,或许如平常大户人家,可进了门,不熟悉位置就会是一个容易迷路的世界。 你若是靠着步行来测量的话,或许,两三年,昭华宫的具体范围你都测不出来。 蓝忘机的震惊如今已经浮现在了脸上。 他们往莲花深处走,差不多半炷香才走到正殿前。 从台阶上去,蓝忘机乖乖地站在魏无县身边,听着魏无县介绍这宫里的情况。 主位上坐着一个轻衣华服的男人,他长发乌黑,两旁边边却多出缕白发,和叶雪一样。 叶雪蹦蹦哒哒跑过去,跌跌,那男人稳稳地接住冲过去的叶雪,称怪道,小心点。 饿了吗?天上一天,地上一年。 所以,叶雪还是赶在晚膳时回来了,但凡间已过越雨。 先前那些凡人被带到叶雪创造的空间,没有东西做指标,所以没有发现时间的流逝居然差别很大, 而且叶雪在空间里放了些难以察觉的香,让他们在空间里时保持着精神。 可等他们出了空间后,一个个绝对立马昏睡个好几天才行。 不过,对身体没有伤害,也只是对那些过错不太重的没有伤害,叶雪心眼小,错得离谱的,任他们自生自灭。 叶雪乖乖地在那男人身边坐下,还真有点饿了。 男人没把目光分给其他人,只顾着叶雪。 先前上天庭时,妖神和魔尊已经结伴去了妖界,他们说不喜欢天庭。 男人对着外面轻轻喊道,被善。 远处没见人影,却有了回应。 是。 叶无限乖乖地跪下,大气都不敢出一声,蓝忘机心疼,可也不敢发出声音安慰。 他知道,坐上的是叶无限的父亲,天界的神尊。 叶无限跪下好一会后,才喊道,父君,那帝君终于把目光转向了他,知错了吗? 明明是一句平平淡淡的话,叶无限和蓝忘机却生出了做错事情后等待惩罚的不安。 叶雪这时道,爹爹,还闹,我肚子都饿扁了说这还揉了揉肚子,对帝君眨眼。 帝君无奈道,你呀,就宠着他吧。 叶雪笑道,谁让他最小。 叶无限在帝君看不到的地方,对叶雪做了个鬼脸。 好了,起来吧。 帝君道,你有自己的主意,往后考虑多些,别让你阿姐操心。 叶无限见状立马磕头,儿臣知道了父君。 这事。 帝君刚发现蓝忘机,烦人。 叶雪拉住帝君,解释道,那是长生的夫婿。 帝君瞪大了眼,夫婿。 叶雪道,要不然,夫人。 帝君无奈,你到底在说什么? 叶雪白手道,哎呦,反正就是那个意思。 蓝忘机,叫父君。 没等帝君说什么,叶雪就把事情安排得死死的。